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 以赛亚书30章第15节 只有一节圣经我们一同来念 主耶和华以色列圣者曾如此说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你们静置不肯 我们就读到这里 这么多年当我在幕会的过程当中 我深深地体会到 人生常常充满了未知的事物 有很多事情的 的确是我们无法掌握 而当我们面对人生 很多无法掌握的环境的时候 我们常常就落入到忧虑当中 因为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心里很焦虑 却又无可奈何 所以我常说忧虑是什么呢 忧虑就是你该想的不去想 不该想的拼命想 那就是忧虑 这小时候很多年前 当神呼召我要全职事奉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一跪在地上祷告 第一个进入我脑中的念头 就是万一将来没饭吃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左想右想拼命想 就是没想到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自缺乏 今天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一定要确信 我们的一生是在神的手中的 许多事情也许不在我们掌握当中 但每一件事情的确是在神的手中的 Amen 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 很清楚告诉我们 作为一个神的儿女 我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 我们得力在乎什么 平静安卧 换句话 今天当你在面对人生 许多无法掌握的事情的时候 你所需要做的不是绞尽脑汁 用尽自己的办法 找自己的出路 反而是你要学习 安息在神工作的手中 你说怎么安息法呢 安息不是叫你什么都不做 那个叫懒惰 安息包括三件事情 第一个 安息是一种确信 跟你们要说 安息是一种确信 确信什么呢 确信神所应许的 他必成就 确信在人的手 不能够工作的时候 神的手仍然在工作 Amen 第二个 做一个基督徒 你一定要明白 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信仰 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跟我一同来说 来 本于信 以至于信 换句话说 不只是在信主 那一天 我们凭信心 进入神的国度 而是从那一天开始 一直到我们人生的终点 每一个时刻 我们都是要凭信心 来生活的 所以保罗在 哥林多后书 第五章第七节里面 很清楚告诉我们 基督徒的生活 应当怎么过一同来念 来 因为我们行事为人 是凭的信心 不是凭的眼见 什么是行事为人 就是日常生活的小事 行事为人 不只是生命中的大事 行事为人 日常生活的小事 都是要凭的信心 不凭眼见 因为如果你 只凭的眼见 来跟随神 那你永远就只会 看见环境的艰难而已 你就会落入到灰心 失望 甚至到不幸的光景当中 可是什么时候 当你都凭的信心 来跟随神的时候 你就会因为神的应许 看见新的机会 看见新的希望 Amen 我就想到我们 Shakina Glory 建殿计划 听说我们Shakina Glory 不但是我们 在神面前的心愿 这更是神的应许 我还记得很早以前 我们教会 已经想到 怎么样扩建我们的圣殿 建殿 我们的建堂委员会 已经为这些筹划了很久 甚至我们请了建筑师 我们都已经设计好一切 但是我一直心中就没有这个平安 来推展这个工作 我记得建堂委员好几次来问 我说刘牧师 你在等什么 我就说我在等神 如果没有神的话 我实在不敢前行 回想过去几次 我们推动建殿都不成功 我怎么敢贸然前进 如果没有神的话 我实在不敢前进 所以我说我在等神的话 我还记得在2015年5月份的一个晚上 我自己在开车回家 在回家的路程上 我就向神cry out 呼喊 我说主啊 我说你一定要向我来说话 你一定要给我个印证 否则我怎么带领 整个教会向前进呢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 我真的非常的呼喊 非常的用力的向神来呼求 我说主啊 求你为我开路 我相信你是为我开路的真神 就在那一刹那 忽然间我看见在我眼前 有一个字出现 你知道这对我来讲 不是很群常的事情 我不是很常常看见什么异象 看见异谋 不是的 那一天忽然就是非常清楚 一个字出现在我眼前 那是一个希伯来字 Shakaina 我就记得以前我曾经读过这个字 但是不是太清楚 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赶忙回到家 我就去查考这个字 就发现 Shakaina这个字的意思是 神在地上的居所 哇 这不是我们从开始教会以来 我们心中一个渴望吗 我们渴望我们的教会 能够成为神荣耀 同在的一个圣殿的居所吗 然后继续查考下去了 就发现 这个Shakaina这个字 其实没有在圣经出现过 但是在犹太人的经书当中 常常用这个字 而当犹太人经书用这个字的时候 都是形容到神的荣耀 当神的荣耀充满在圣殿的光景 他们就用Shakaina来形容这个光景 忽然间 神在我里面 就给我一句话 就是 House of Shakaina Glory 神要我能够为神建造 一个神荣耀同在的一个居所 就在那个时刻 我领受这样的意向 所以我立刻 我还记得E-mail给我们的建堂 我会EPT 我们理事会一定要给他们 立刻告诉好消息 上帝给我花语了 大家一听到这个名字 都非常的欢喜 从那时候开始 弟兄姊妹 我心中就有一个确信 Shakaina 是神的应许 Amen 神所应许的 他必成就 虽然中间经过许多的风浪跟挫折 特别是你们知道过去两个月 过去两个月 我们真的遇到多少的困境 甚至都感觉有点走不下去 连我自己都有点紧张 我还记得几个礼拜前的祷告会 我分享到 我说能够叫我忧虑 是个非常不容易的事 但是我现在真的有一点忧虑 但虽然如此 但每一次到回到神的应许面前的时候 重新思想到神的应许 一次又一次 我又凭着信心 看起来新的希望 我就能够确信 无论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有多大 我们的神更加伟大 神所应许的 他必定成就 虽然我们还是无法想象 神怎么样能够为我们开路 但我深深地相信 当神为我们开路的时候 一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Amen 安息 是一种确信 是在暴风雨中 确信神的应许不改变 神的能力不改变 神的同在不改变 神所应许的 他一定成就 Amen 第二 安息是一种仰望 跟你们讲说 安息是一种仰望 什么是仰望 仰望就好像一个 无助的小孩 来到父亲面前寻求帮助 这就是你应该有的图画 什么叫仰望 一个孩子没有帮助 来到父亲的面前寻求帮助 弟兄姐姐 今天当你面对人生当中 很多你无法掌握的事情的时候 多少时候你感觉心中焦虑 你不知道帮助从何而来 你需要明白 你在神的面前 你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 你并不是孤儿 你有一位慈爱的天父的 Amen 跟你妈说 你不是孤儿 你有一位慈爱的天父 所以你不需要独自来担当 一切的压力跟重担 我再说 你是不需要独自来担当 一切的压力跟重担 你是可以把你的需要 带到神的面前 因为知道祂顾念你 而且祂拥有你人生 每一个关口的答案 Amen 那你说要怎么样来仰望呢 弥加苏第七章第七节 太棒了 神经你要背下来 弥加苏七章七节 我名头来念来 至于我 我要仰望耶和华 要等候那救我的神 我的神必应用 太棒了 这个经文 怎么仰望法 两方面 第一个 要等候神的拯救 跟你们要等候神的拯救 仰望就是一种等候嘛 但这种等候 不是那种无可奈何的等候 而是带着伟大的期待 相信我们的神 是为拯救我们的神 祂不但是在过去 曾经拯救我们的神 而且也是 现在要拯救我们的神 Amen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我们的神是过去的神 你知道吗 是的 我们的神过去曾经拯救我们 过去曾经帮助我们 但今天 我们不确定 神能够帮助我们 但是我们的神 不但在过去帮助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是直到如今 都帮助我们的神 我很喜欢以色列的书 43章 18、19两节的圣经 我们同来念好不好 夜话如此说 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看啊 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你们其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 神在这里说 嘿 不要只是纪念从前的事 以为我是活在过去的神 No 不要纪念 因为我是活在今天 我是今天的神 现在的神 我过去能够行神迹其事 今天照样能够行神迹其事 看啊 我要做一件新事 Amen 你要注意这段事件 很有意思的 18节讲到说 不要纪念从前的事 如果你看16、17节 你知道这里讲了 从前的事 是讲到以色列 怎么样出埃及境 过红海的故事 神为他们打开红海 在水中为他们开路 然后说 神说你不要纪念从前的事 我要做一件新事 要在旷野开道 在沙漠开江河 你知道正好跟以前相反 以前是水中开路 现在路中开水 Hallelujah 多少时候 我们以为神只过去 是的 神能够开红海 神在水中 没问题 但现在是沙漠 这是沙漠 没听过神能够在沙漠开水 没听过 多少时候 我们以为神是活在过去 只能做过去 神说不要只讲了 过去的事 我要做新事 我是现代的神 你在沙漠吗 我在沙漠 这样可以开江河 O Dieu 当你在软弱 无助的时候 你要来等候 能够拯救你的神 那到如今 都能够拯救你的神 以色亚书六十四章第四节 一同来一同来 自古以来 人未曾听见 未曾耳闻 未曾眼见 在你以外 有什么神 为什么 等候他人 为谁啊 为哪些人啊 等候他的人行事 Hallelujah 你的神是为等候他行事的神 Hallelujah 要等候神的拯救 第二 要持续地祷告 跟你们说要持续地祷告 光是等候还不够 因为在等候当中 仇敌会欺骗我们 叫我们灰心失望 在等候当中 仇敌会来攻击我们 叫我们软弱 我们需要持续不断地祷告 因为弥迦书七章第七节 太宝贵 这是我的神 必应允我 哇 多么宝贵 迷迦没有说 我的神大概 或者也许会 No 他说我的神 必应允我 Hallelujah 你可知道 这是多么 确切的一个应许啊 如果你真的明白 神给我们的应许 有如此的确切 你就会明白 祷告是神 所给我们一个责任 让上帝的旨意 能够成全的 Amen 我在如果你真的明白 神的应许 这么确切 神说你祷告 我就应允你 你就明白 祷告不是或有或无 祷告是个责任 神给你一个责任 要祷告神的应许 神就能成全 神的旨意 就能成就 那你说 神的应许 不是本来就应当成就的吗 没错 神所应许的 必定成就 但如果你不祷告 我告诉你 神的应许 不见得要成全 在你身上 就好像神的国 必然降临嘛 当然必然降临 但如果你不祷告 神的国 都不见得降临 在你身上 Amen 今天我们看见 正是因为 神的应许 是这样确切 所以神今天 呼召我们来祷告 好叫神的旨意 借着我们祷告 能够成全 所以有人形容说 一个带导者 就像一个秘书的工作 你知道吗 你知道秘书的工作是什么 就是提醒老板 秘书就是看见老板的行程 然后跟老板 你的约会时间到了 赶快去去去去 你该做的事情 你答应人家 赶快做赶快做 秘书就是在提醒老板 这是你答应的 这是你要做的 快快快快 带导者就是这样 带导者是看着神的应许 不是按自己的信 看着神的应许 向神来祷告 神啊 这是你答应的事情 这是你应许要做的事情 快快去做 Amen 真的 这就是带导者 如果你真的明白 这个应许这么确切 祷告你这么确 你就得这个责任 像一个秘书一样 你说神会忘记 当然神不会忘记 当然 但是神却是给我们 这样一个机会 借着祷告 与祂一起同工 经历祂信使的作为 Amen 所以安息是一种仰望 第三 安息是一种依靠 跟你们说 安息是一种依靠 依靠什么呢 依靠神的带领 无论今天你我遇见的环境 多么艰难 从人的角度来讲 多么不容易突破 但我一定要你确实地知道 神的眼目 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的 神的宝贝 也从来没有缩短过 也许你的眼睛 现在还没有看见 任何转变的迹象 但事实上 神的手 正在工作 Amen 而且它正按照 它手中的巧妙 在预备 你的道路 我就想到 Shakina Glory Project 你知道过去两个月 我们真的是 遇到极大的困境 很多人常常问我们说 为什么还不开工呢 对不对 这也是你心中的问题嘛 为什么还不开工呢 当然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我们讲过 第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看见 当银行做appraisal的时候 发现机场用地委员会 他们说 我们并没有征求 他们的同意 所以他们反对我们开工 结果发现了 事实上是2003年 我们第一期工程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曾经 经过他们的核准 现在我们只是加件 不需要让他们再核准 但是这一拖 就拖了一个月了嘛 第二个原因就是 银行要求我们 这些租借停车的单位 一定要有一个签字的合约 当然这本身是蛮合理的 但他们又多加了一条 叫extopple的要求 extopple的要求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万一 我们付不出钱来 银行要法拍 我们这个building的话 银行要求我们 所有这些停车的单位 保证要继续把他们的停车 为租借给我们下一个买主 这个对很多我们的邻居 就有点困难 有谁愿意 把这个自己的停车位 好像当作一个 别人买卖的条件 一个package 卖给别人呢 换了我们 我们也绝对不想签这个字的 right 所以这两个月 我们get stuck 邻居都不肯签 甚至他们的律师 告诉他不准签 那我们的银行 也多次写信告诉我们 如果不能够满足这个需求 他们就不会贷款给我们 我告诉你 我们真的被卡死在这里 动弹不得 但感谢神 我真的要说 我们的神 总是在人的绝路当中 为人开路的神 而且神的工作 而且神的工作 永远出人意料之外 就在上个周末 上个周末是个长周末 你记得吗 上个周末是没有人上班的工作 周末right 有谁相信 在人不工作的时候 是神工作最快的时候啊 Amen 而且你绝对想不到 神用怎么样的方法 为我们开路 有另外一家银行 上海商业银行 总部在香港 他们得知到我们的情况 竟然在一个周末之内 答应要贷款给我们 几天之内 就已经准备好一切的文件 而且提出正式的proposal 条件非常好 而且不需要任何停车合约 过去的礼拜一 刚刚过去的礼拜一 我们教务团 理事会所有同工开会决定 我们接受他们的贷款 从礼拜一到礼拜四 三天而已 他们准备好所有的文件 礼拜四我们就签好了term sheet 虽然钱还没有进来 但term sheet已经代表这个贷款 是十分确定的了 回想起来 这个银行怎么在这最关键的时刻进来 而且用超乎想象的速度 完成一切的作业程序 我告诉你那阵子超乎人所能够想象 而且根本无法想象 我们只能够惊叹上帝的作为 因为真的没有人可以解释 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情 上个礼拜天 我们还一筹莫展 今天我可以一手拿着 市政府的building permit 一手拿着银行的turnship 嘿 我们可以准备开工了 man 当然也许你们想 哎呀早知如此 神为什么带我们还绕一大圈干嘛呢 你知道我们人的心就是很急的吗 我们总是想看结果 什么时候才能够开工呢 你知道上个礼拜 我在Boston参加领量特会 我就听见周迅正牧师 讲的一个比喻很有意思 好当我们去旅游的时候 你要知道坐飞机跟坐游轮是很不同 当你坐飞机的时候 一上飞机你再问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才到啊 你上飞机就赶快赶快 什么时候才到啊 但你坐游轮 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有谁上了游轮 什么时候才到啊 那我不会 你上了游轮就是度假的开始 什么时候到已经不重要了 什么时候到是不重要 因为你已经在度假了 旅程的本身就是你的奖赏嘛 同样与神同工的过程不也是这样吗 我们人常常很着急要看结果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开工啊 但事实上这个与神同工的过程的本身 就是我们的奖赏了嘛 回想从Shakina Glory开始直到现在 我们中间经过多少的风浪 经过多少的挫折 但我们也同时经历过多少神 信实的带领跟拯救啊 这个旅程的本身就已经值得 我们欢呼喜乐了 Amen 事实上在这个旅程当中 我们所经历到神的真实 经历到神的拯救 我告诉你 是绝对没有任何事物 能够来取换的 而这个旅程的本身让我说 这个本身就是个神迹 Amen Hallelujah 嘿 想想看 以后我们有多少故事 可以告诉别人啊 Come on 哦 那个时候我们建堂的时候啊 哦 真的是 多少的故事可讲啊 如果你没有经历这些 你没有任何故事可讲 Nothing 看你经过这些 哦 为着将来可以讲的故事 我们就可以轻看 现在暂时的苦难啊 Amen 你也是一样 Amen 为着将来可讲的故事 哦 现在的苦难算得什么 所以无论如何 让我们欢喜快乐 虽然我们现在还有 最后几道手续需要完成 Right 但我确信 神所应许必要成就 Amen 因为神的手正在工作 Amen Amen 我再说 甚至你眼睛看不见 任何转变的迹象的时候 神的手没有停止工作过的 弟兄姐 今天你是否也正面对 人手无法掌握的情况 你就要回转到神的面前来 学习安息在神工作的手中 再一次确信 神的手正在工作 在神的时候里面 祂一定要带领你 飞越一切的风暴跟艰难 带领你进入 祂突破的恩典当中 Amen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再次来到你们 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 谢谢你 就是这么样伟大奇妙的真神 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 超过我们人可能诉说的一切 你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加伟大 我们就是来到里面 谦卑自己降伏在你的面前 无论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环境当中 遇到怎么样的难处 让我们学习 安静在你的面前 让我们在你里面 真的安息 因为知道你的手正在工作 你要带领我们如荫展翅 能够飞越一切的艰难跟风暴 能够进入你得胜的应许 我们谢谢你 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这就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一同起立 我们唱这首诗歌 哈利路亚 如荫展翅 如荫展翅上腾 翱翔在神的国度里 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 淡淡主使你荣耀宝座 如荫展翅上腾 翱翔在神的国度里 领受圣灵很高和大能 莫出美好自由的风暴 如荫展翅 如荫展翅上腾 如荫展翅在神的国度里 为 완벽 翱翔进入你 Ricky可 领受圣灵恩高和大人 活出美好 自由的风采 领受圣灵恩高和大人 活出美好 自由的风采 哈利路亚 下个礼拜天你绝对不能够错过 下个礼拜天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你 太多的事情还没告诉你 我卖了很多官纸在这里 你还是不知道what is going on 连我们自己都在最短这几天 连我们自己cannot figure out 等到我们知道事情能过去 快到这种地步 我们还需要整理一下才明白what is going on 所以你下礼拜绝对不能够错过 下礼拜绝对很精彩 绝对很精彩 绝对精彩 哈利路亚 赞美我们的神 亲爱的主我们赞美你感谢你 我们真是有伟大奇妙的真神 主你不但为教会开路 你也在弟兄姐妹每一个环境当中 亲自为他们开路 现在与主耶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超与众人同在 从今至到永永远远 阿们 再荣耀给给我们的神 跟你旁边对我们的神 我们有伟大奇妙的真神跟他说 上帝祝福你们